各位婚宁的乡亲大家好,我是欣欣蜜 欢迎收看今天六月十九号,礼拜五的婚宁新闻 由婚宁管政府所提出的婚宁管新设计图部长管理主题条例 第二回第十九回第三处定计会当中进行三头统计 未来也将规范新设计以及管有库件的图部长 必须符合现代拥期设施 库件中両关节以及汇聚主管法在利用家围丁丁 将有效提升图部长以及住民团境的生活品质 本年关系统大关当时有加者的图部入价 为了提升图部长的经营以及住民的团境品质 关乎提出主题条例 毕竟的本年关议会定计台会来三头通过 云林县议会通过云林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的一个制制条例 我在这里特别要跟我们乡亲来报告 那因为云林县是一个农业大县也是养猪大县 所以我们针对整个养猪业者 我们的产业跟经济如何兼顾 还有跟我们的环境如何兼顾 我想我们做出了最严峻的一个考量 主题条例要将检队中両关节规范 当时发现三小失灵 也将会农委会来提出 暂停修理涉地特务部长的申请 图部长可见的特务部长要采用国标准的独草实施 市体会注意回修是否定规定 那我们最重要提出总量管制 就是说在总量管制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提升我们养猪的环境 以及提升我们的养猪畜牧业的一个品质 那这是我们今天通过这自治条例的目的 那最重要在整个养猪畜牧场 那不含农舍的部分 我们就是保障我们本身养猪业者 它本身的一个农舍 还有所有的这些管理规范 都符合我们原本的周界500公尺 以及在学校超过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我们还是一样的限制 欢迎我们农业家库的表示 特务全国的行业 也许母亲管府当年农立的目标 未来除了可以通意处理汇水 透过这种管理 也能有特务中管理民众的生活环境 全力要支持设立专区 因为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的畜牧业它的排水 是最头痛的 尤其现在我们的整个农田水利会 他们已经禁止搭牌了 那禁止搭牌之后 你用一般的养殖业 他们厂区里面的污水处理 它是没有办法符合现在的所有管理的 畜牧专区的部分 我们现在未来会有集中式的管理 那非污水的处理 能够共同来处理 减低我们的储水的相关的费用之外 还有一个更希望我们引导 智能化的养猪设施 让我们的养猪设施能够更精进 头发的主题 调立的通过 也希望来提醒团来的特务中品质 目前特务专区的行业 也当时关乎人呐 立了目标 记者同意常报道